盛夏时节很多游客会选择到东北的乡村纳凉避暑 逛花海 住民宿 乘游船进享清凉 吃鲜鱼品地道美食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敦化燕鸣湖镇的小山村 盛夏时节这里十几公顷不同种类的花朵已经全面盛开 在这儿呢 五彩缤纷的花海吸引了周边许多游客前来打卡 清风吹拂 花影婆娑 不同种类的各色花朵营造出了波涛起伏色彩交错的花海景色 三五成群的游客漫步花间进享花海的浪漫 我们是从苏州过来 主要是因为孩子放暑假了 然后因为东北这边比较凉快 也是来过来避给鼠 炎炎夏日 游客们或乘着快艇在湖面畅游 或乘着游船欣赏湖上风光 深吸一口自然空气 可以说是暑气尽消 漫步在小山村的小路上 两边是各类民宿和游馆 游客在享受美景之余 还可以好好品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野生淡水鱼 因为小山环境特别好 然后一点污染都没有 然后大自然风光特别 反正就挺美的吧 然后就选择来这边旅游一下 据了解 今年小山村过境游客超过20万人次 旅游收入在300至500万 旅游旺季时往往需要提前一周 甚至半个月预定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